如镜莲花 莲花出无泥而不然 连森泥中表不舍众森 出水花开 一欲菩萨立构清净 故与历远无故 这是解释如镜莲花 莲花在大臣表法 用得很多 代表出污泥而不然 你身在水池泥土里面 这个泥土代表六道 代表六道 六道是任务 他的金是身在水中 花开在水上面 金身在水中 代表清净 花开在水上面 代表染净 两边都不染 一泥 泥底 水代表六道 水代表四身法界 声闻云居菩萨佛 叫四身 这就代表摄法界 他的花呢 开在摄法界之上 燃尽 两边都不染 他表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呢 讲得也非常好 他这个 临僧 泥中 代表不舍众生 六道苦难众生 出水 花开 代表菩萨 立构 清净 不单 立开泥土 也立开了水 他开在水的上面 所以这是 力量无辜 这些地方呢 我们都应当要学习 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学 染净 都能放下 能放下六道 就好比莲花 它不会开在泥土当中 它也不会开在水里面 水代表清净 染净 都要是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不善的人 就好比是 泥中 善良的人 修学佛道的人 就好比是 在水中 身心情净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应对 像莲花一样 不急也不离 莲花要离开他们 花就没有了 但是 也不把泥 不把水 放在心中 善良物 两边都放下 真正修行人 绝不 绝不 使离境界 为什么呢 境界在磨练一个人 能不能成就 全看你 接不接受磨练 接受磨练 没有一个不成功 摄迦牟尼佛 做人入仙人 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隔离王 出去打猎 累了 休息一会 那就睡着了 就有人发现 附近有个山洞 有个人在修行 大家好奇 去看看 仙人看到 有这么多来了 都有缘人 给他们讲佛法 郭里王 醒起来 找不到人了 看到的这宫女 跟一个休闲人 围绕着她 有说有笑 心里就非常生气 就是那个修行人 你为什么引诱我的功能 就要杀她 问她修什么 她修忍如波罗密 哦 修忍 看见能不能忍 用刀 凌迟处死 不是一刀把她杀掉 用刀 一刀一刀慢慢地割 把肉割下来 不这样地处死 问她 你能不能忍 能忍 你有没有愈恨心 没有 在死之前 告诉郭里王 我成佛之后 我会低一个顿 为什么 你成就了我 忍辱波罗密 圆满功德 瞬间 神奇贪孽 就毁掉了 逆境 有一点怨恨 也毁掉了 所以 佛给我们 讲经教训 真正功夫 在什么时候用呢 就在生活当中 而生活当中 最重要是 人事环境 所以经上常说 菩萨所在之处 领异切众生 生欢喜喜 善人 生欢喜喜 卧人 也生欢喜喜 这叫功夫成就 菩萨为我们示范 那这个人喜欢 看到我们就欢喜 我们多给他相处 多给他讲经教训 如果这个人见我们就讨厌 我们就回避他 不要他回避我 我回避他 让他慢慢感悟 回头 以德去感化人 以德行 成就我们 无量的功德 这个功德 帮助我们 聊生死 出三戒 真不提 如果我们看到了 喜欢的 何意思 何情意的喜欢 不何情意的讨厌 这完全是犯了 天天学经教 都没用 为什么呢 与我们的心弦 没有感应 我们依旧生活在烦恼 习气当中 那怎么会成就 真正成就的人 一定跟还原观上的四德相应 这个四德是总原则 总纲领 它包含全部的戒律 第一个教育 第一个教育 随云 妙用 随云 就是恒生 众生 随习 功德 妙用是 妙用是不住相 这经常讲的 前面讲的 无助 不住 无助是什么 不放在心上 心干净 清净 一尘不染 不止住 不分别 你的心 在这个地方培养出来 清凉 自在 这叫功夫 这叫真意修行 会议修行 不会修行的 外面风吹草动 自己就受不了了 人家赞叹你 我就非常欢喜 别人毁谤你 哎呀 要生多少天的闷气 这怎么行 全被境界转了 那佛在经教上 常常教菩萨了 若能转境 自同如来 怎么样转境界 不被境界转 你就转境界了 换一句话说 不是他转你 就是你转他 他转不动你 他就被你转了 这就看个人定功了 看个人的耐力了 忍如波罗蜜兰 所以常常想到莲花 看到莲花 看到莲花 像莲花一样的 高贵人 高贵也 不住不住 利润无苦 不住不住 才能够利润无苦 看个人的高费人 不住不住 让莲花一样的 在飞里面